大家好 我是鴨鴨 今天要說的是 大家長大之後再看柯南 應該就會知道柯南其實並不是給小孩子看的東西 但是小時候電視又一直演 我們就會一直看 所以有一些很恐怖的集數 就會不知不覺的在我的心中 落下一點恐怖的陰影 今天我整理出了五集 有可能造成你小時候童年陰影的 名偵探柯南集數 那這個也有參考了一些網友的意見 因為像我自己平常有在看漫畫跟電視的 但因為漫畫裡面不會收錄動畫版的東西 所以動畫版有些是我沒有看過的 但是有些網友提供給我一些動畫原創劇集 然後也是很恐怖的 所以我決定就在這邊整理出五個分享給大家 首先第一個就是 這一集也是我覺得平和經典裡面最重要的一集 有收錄在這一本裡面 之前我一直對平和CP 其實沒有什麼太大的感覺 但是看完這一集特別片之後 會有一種 他們好像真的很相愛的感覺 這一集的劇情其實有點孤島模式 就是小蘭柯南啊 就你大概知道的那一團 然後跟平次荷葉 他們一起到了一個島上 那個島上有一個人魚傳說 是傳說中裡面有一個 年紀非常大的老婆婆是不死之勝 那如果怕暴雷的話就不要看接下來的 其實應該不會暴雷 這好久以前的 好久以前的技術 應該沒差 那其實我覺得這一部裡面 最恐怖的 除了他中間的殺人手法之外 就像一開始 第一個死掉的是在瀑布裡面 就是這樣子 刮在那邊這樣死掉 再來就是後來在沙灘上面的那一段 其實說真的他的手法也是蠻可怕的 而且動畫也直接畫出來 不過我覺得最最最最恐怖的 是原本以為死掉了的那個孫女 居然化妝成一個老婆婆 把自己的腳綁起來的那一段 那一段是我覺得最震撼 然後也最可怕的片段 他直接這樣子把皮這樣撕下來之後 然後變成那個女神 那一段我相信是非常多人心中的童年因應 還包括後來他們講說那個女主角 他的媽媽是死在一個失火的倉庫裡面 那個骨頭的那個樣子 其實交濕的樣子畫起來也是真的蠻可怕的 撇開這些這麼多特別的殺人手法 這裡面關於平和掉下懸崖那一段 我也覺得非常的有看點 在瓶刺掉下去的時候 盒葉伸手去抓他 他們兩個就轉了一圈之後 換盒葉掉下去 然後瓶刺拉著他 那時候盒葉用了一個他拿到的飛魚劍嗎 刺了瓶刺的手 他希望自己掉下去 然後讓瓶刺好好活著 但是瓶刺就算被扎到了 手都在流血了 他也不願意放鬆 我覺得這一集是還蠻明顯的表現出 瓶刺其實是很愛盒葉的 而且在這一集的最後 瓶刺也有說正因為人的生命有限 所以才要好好的活著 這句很經典的名言 所以我覺得這一集很適合去看一看 於是重上手速 我就把它排在了今天童年映影的第五名 第四個就是第198集 詛咒假面的冷笑 但這一集很多人應該都不知道 其實這並不是青山鋼藏的漫畫之作 而是擔任《名偵探柯南》中 動畫監督及腳本的 《月志浩仁》所作的一集動畫原創 也是《名偵探柯南》裡面 第一個一小時的動畫原創特別篇 因為它的案件經過 還有它整集的氛圍 都非常的詭異跟驚妙 所以很常被人說是動畫原創的巔峰之作 其實這集裡面主要就是 毛利跟小蘭還有柯南到達的一間別墅 對就是你們常常看到的一些 要嘛就是在山崖邊啊 要嘛就是在森林中啊 這種很恐怖的別墅裡面 然後這裡面的女主人呢 總是收集了非常非常多的面具 從一開始他們進去參觀這些面具的時候 就已經很讓人奇蹟不得大 尤其今天是一個小孩子一個人在看的話 會更有感覺 還有他後來殺人的時候 那個用鬆緊帶把所有的面具全部串在一起 然後再把它全部變直之後 然後用個木棍這樣插 然後讓那個刀直接刺進去的 那個場景也蠻經典的 最後把那個鬆緊帶剪開 那個面具散落一地的地方也很可怕 不過他們一開始發現屍體的時候 然後因為那個燈子關著的 所以整個面具散落一地的畫面 我覺得不是那麼清楚 反而降低了那個畫面的可怕度 不過我覺得除了很多很多的面具 讓人覺得很恐怖之外 我個人認為在那一棟別墅裡面的 那個雙胞胎女僕也很恐怖 這對雙胞胎的很多的畫面 都讓我覺得有一點毛骨悚然 包括他們一起講話的時候 然後聲音應該是同一個聲優 但是聲音不太一樣 然後還有他們很害怕的時候 兩個縮在一起的那個樣子 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讓人覺得很恐怖 那我至於為什麼會把他排在第四名呢 是因為雖然很多的面具 讓人覺得很保護手軟 但因為他終究還是沒有很恐怖的一些畫面 或者是突然嚇人的聲音 所以我把他排在第四名 接下來的三集就比較沒那麼溫和了 這三集比較畫面感十足 偏血腥或者是詭異 所以我們就其實看下去吧 第三個就是第807集 紅衣女的慘劇 這集其實不算是我的童年陰影 因為這集在播的時候 我已經長大了 可是因為柯南是從很小的人到很很小的人 但柯南是從小孩子一直到大人都有在看得夠慢 所以這集我相信應該算是 現在的國小生國中生會有的童年陰影 這集發生在一個山莊裡面 然後這集已經有四良真純出現了 所以算是很新的技術 他跟原子還有小蘭柯南一起到了一個村莊裡 然後總之那個村莊裡呢 會發生一些紅衣女的傳說 然後會有 比如說番茄泡在浴缸裡啊 或者是大人被氣成紅色的啊 等等的一些奇怪的現象 不過這集我覺得很有看別的是 之前有一集小五郎的同學會殺人事件裡面 柯南跟小蘭一起泡澡 然後導致柯南噴補血的畫面 在這一集也出現了很類似的畫面 因為是小蘭第一個發現屍體的 所以他在發現的時候 就只圍了一條浴巾 後來柯南來了之後 他會進暗發現場嘛 結果他一轉過去 然後看到小蘭 小蘭的浴巾就掉下來了 然後柯南也是久違的破壞了暗發現場 因為他噴鼻血然後昏倒了 這集主要恐怖的地方 我覺得有最一開始 他們在講紅衣女傳說的時候的那個畫面 所以我來放一下就是我心臟不太好的人就可以跳過一下 就是那個畫面很像是 就是咒怨還是什麼才會出現 這根本已經不是柯南了 他根本就是一個恐怖漫畫吧 其實柯南本來就是恐怖漫畫 他有後來發現屍體的時候在那個番茄水裡面 然後撈出一顆頭的那個樣子 其實也蠻恐怖的 他有時不時穿插在森林裡面那個 紅衣女這樣一下子飄出來 然後一下子刺傷別人的那個片段 也很可怕 但是因為動漫必定是荷家觀賞 所以我覺得他已經有畫的比較沒那麼可怕了 所以縱上所述 加上他是近幾年的集數 所以畫面會更加的寫實一點 而且就算不是小時候看 是我這個年紀看 我看到都會覺得有點薄 所以我把它排在第三名 第二名就是 這集應該不用我多做介紹 所有小時候看過的人 應該全部都是童年陰影才對 因為你們也知道平常的柯南 大概就是玩玩釣魚線殺人 總體而言還是比較單純 但是這集不一樣 這集涉及到了 而且這集也是原子 在漫畫中第一次出場的集數喔 這集主要就是原子的姊姊 在森林裡面有一個別墅 於是他就邀請小蘭跟柯南一起過去玩 有沒有發現恐怖的集數 大部分都在別墅裡面 所以大家就是有一些別墅的話 千萬不要XXX 然後進去之後就遇到了 他姊姊的一些同學啊 裡面呢 也就是這次的受害者 芝加子 大家應該都有印象吧 大家的印象應該就會是 最一開始他們在吊橋那邊 看到那個繃帶怪人 轉過來 那個全臉包著繃帶的畫面 是不是讓你想到了 螢火筒子 總之光那個畫面 我覺得就已經很讓人 童年陰影了 再加上接下來他拿著芝加子的頭 然後從外面這樣盪過去 跟後來他們在森林裡面找 芝加子的時候 找到斷掉的腿 還有抱起芝加子的時候 那個頭掉下來的場景 我覺得都超級無敵可怕 而且那個兇手最後在找人的時候 他居然是把頭 塞到他自己的肚子裡面 然後這樣跑步 假裝自己是個胖子 可是其實不是 這光想就覺得超毛骨悚然的耶 害我之後長大之後 一看到胖子 我就很想跟他講說 欸你肚子的頭拿出來 我記得我小時候 第一次看的時候 那時候我正在吃飯 然後我看完我直接 不過這集我在長大之後 又重新看了一次 覺得比較沒那麼恐怖了 因為畢竟從剛剛上面的故事 全部這樣聽下來 最恐怖的其實都是人 也不會有什麼崩帶怪人啊 什麼這樣子的都市傳說出現 因為最後的胸口 通常都會是身邊的人 所以看著看著就好像覺得 這些都市傳說 其實也沒那麼恐怖了 不過他是早期的急速 加上他有比較少數出現的分屍 還有那種整個山莊的 與世隔絕感 那整個氛圍營造得很好 所以我把它列為 第二 第一名 就是 第五十一集 武書館館長殺人事件 這一集應該無庸置疑啊 所有人都會覺得 他是心中童年陰影的No.1 不過這一集其實他 說血腥嗎 他也不血腥 他就是從頭到尾的那個氛圍 都營造得非常的可怕 而且圖書館 它是一個很日常的地方 所以會讓人覺得特別可怕 這集我當初在看漫畫的時候 我覺得漫畫 非常非常的有畫面感 所以後來我在看動漫的時候 就更有這種感覺 加上動漫應該還有配樂 會讓人覺得很像在看 靈異教室神美 而且我覺得這一集的劇情 為後來的很多 就是一些恐怖的傳說啊 電影啊 我甚至還有聽過海龜塔 都是用這個故事來做原型的 雖然我不知道這個 是不是青山岡上本人的原創 可是我覺得 他這個殺人的手法 跟他嘗試的方法 非常的有創意 首先一開始呢 是一個圖書館發生了一個殺人事件 但是圖書館裡面有一個員工 從昨天晚上就沒有回家 於是從這一集的一開始 所有的警察就在找這個人去哪裡了 然後當然也有問圖書館館長說 這個人從昨天晚上就沒有回家 而你有沒有看到他 什麼之類的 所以讓人一開始 不覺得圖書館館是兇手 然後一開始的時候 柯南跟少年偵探團 進去電梯的時候 還有不小心操縱 這一段也莫名其妙的 把他著重了 就是演了很久 那時候我一開始看還不懂 為什麼他要特別著重 他們有操載這件事 還在那邊數人 1234567 我們這樣七個人操縱了 怎樣怎樣 然後大家又跑出去 然後圖書館館長還這樣 看了他們一眼 然後電梯門就關起來了 我還以為是要宣導什麼 電梯不能超載之類的 後來少年偵探團發現 這個人的屍體應該在圖書館之後 他們就留下來找人 然後圖書館館長有過來看了一下 確定沒有人的時候要走掉 我把那個畫面放給你們看 就是這一段 讓我覺得非常的恐怖 後來柯南還特別回去看 發現那個館長已經走掉了 他以為他回家了 但其實不是 館長很明顯不是回家了 是回頭了 然後接下來當然就是各種圖書館館長非常詭異的畫面 然後你們如果有看那一集就應該知道柯南跟布梅他們的眼睛都是非常奇怪的 就是很外開 怎麼講就是畫面很崩 可是那一集的圖書館館長 他的畫風從頭到尾 顏值都俱在 就是都非常的恐怖 包含他從樓梯裡面這樣探出來的那一段 還有他眼睛發紅光的那一段 都讓人覺得這已經描寫得太深刻 這已經是故意來嚇人了 而且後來在元太找到那個櫃子是可以這樣轉著打開的那一段 我也一直以為屍體就在裡面 所以我那時候是有一點害怕這樣子看的 結果不是 屍體並沒有在這個地方 接下來是他們在轉這個書櫃的時候有提到說 元太太已經幾公斤啦 然後布梅就講到自己幾公斤 然後什麼的 大概就各自抱著自己的公斤數 柯南才突然想到 對耶 我是小孩子 他們也是小孩子 那我們早上在搭電梯的時候 為什麼會超重呢 於是他們就全部跑到電梯去看 然後才發現 操縱是因為電梯的臉上有一個人 不過這還不是最恐怖的 最恐怖的是柯南正在解說的時候 從後面伸出了 總之這集能夠拿到第一名 並不是因為他有多麼的血腥 而是他整體畫出來的感覺 很不像是名偵探柯南 他有點像是另一部動漫 就會讓人覺得很跳脫的感覺 而且柯南在裡面已經不像是個主角 他很像是一個 配角的小朋友 遇到了某件恐怖事情 就這整集圖書館館長 已經是以一個 宣兵奪主的姿態在 HANDLE整齣戲 所以會讓人覺得非常的可怕 而且這一部不管是我自己 還是我上網查 或者是我問網友的票選 這部都是第一名 所以無庸置疑的這部 就是今天最恐怖的童年陰影 我終於講完了所有的童年陰影集數 但其實除了這五集之外 我還有漏掉蠻多集 我自己也覺得很可怕的 像是什麼陷阱的黑暗啊 或者是第一集雲霄飛車殺人事件 那個斷頭的啊 之後有重製版的第一集 你們可以去看畫風更加的精緻 跟斷頭的樣子也更加的恐怖 如果你們不怕的話可以去看一下 還有很多集是我也覺得非常可怕的 但這五集是除了我自己之外 還有網友或身邊的人推薦 就真的很恐怖的集數 而且也是最讓人很流有餘韻 會睡不著覺的那種集數 那如果大家還有什麼其他的 名字在柯南裡面 會讓你覺得 小偷看好害怕喔 的那種集數的話 也歡迎在底下跟我留言分享喔 那我是鴨鴨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是你的是我的 痛點一定 喔不要用不要用 你的 我的 不要用不要用 好看喔 我不行吧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